请出求职者 孙承伟 27岁 山东德州人 平顶山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家好 我叫孙承伟 我来自山东德州 我在平顶山学院 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 今年27岁 欢迎你 承伟 欢迎来到《菲尼墨》 你是怎么进入到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呢 就是小时候 我爸特别喜欢看电影 然后带着我看电影 就是我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这东西挺好玩 特别好玩 因为兴趣 选择了这个专业 对 对 说说你今天来《菲尼墨》 我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 本身是学编导的 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 也一直从事新媒体的工作 所以今天来呢 还是在想找一个 直播相关或者是 就是带货这种 有异项企业吗 有 我其实挺喜欢 盈科旅游的 盈科旅游 对 因为本身我之前 我第二份工作 是在那个 直起经营的一个 香制民宿 所以我对旅游 其实就特别地喜欢 对 意向薪酬 说一下 我写的15K 因为洗现在确实 也是大热行业 好 那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就北京就行 可以出差 因为旅游嘛 那肯定四处出差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可以去看不同的风景这种 我们的这位求职者 他是众多郭德纲老师 粉丝当中的一位 你喜爱郭老师 喜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非常想成为他的弟子 但是好像他不招女徒弟 对 是 他为什么不招女徒弟 他是觉得那个女生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局限 人家就说不招了 对 太难过了 对 我倒觉得 如果你喜欢郭德纲老师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天津卫视以后招不招人 我们现在德云春晚 已经做成品牌了 听说 今年的这个过年期间 我们天津卫视 邀请到了德云社的全班人马 连续几天给大家带来了 春节期间的这个相声盛宴 我们给你一个近距离 喊 郭老师 我希望你招女弟子的 这样一个机会 除了郭德纲老师以外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当中 你还喜欢谁 秦修贤 喜欢他哪呢 帅 喜欢他 喜欢他瘦 喜欢他瘦 你为什么喜欢他瘦呢 因为我之前特别胖 因为我之前有 二百二十多斤的时候 你 对 二百二十多斤 对 比现在少五十斤 怕大家不信 我还准备了两张照片 对 我就是那边黑衣服的 那是我之前的样子 就是好像 就只能看到脸 就非常的傻 就是还有 那个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二百一 就是朋友帮我劈了一下 就是让我看起来没有那么 就这还劈了 对 这是劈过的 最主要是批完了以后才能放下 是 因为大家能看到 就是这毕业的时候 是跟另一个朋友在合照 就是框不下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一开始 大家想减肥的话 可能最开始就是要节食 但是我觉得不行 我饿 对 非常简单 就是我不行 我就是饿一顿就是心慌 就是觉得生活不美好了 对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受不下来 我也觉得节食太惨了 节食甚至太惨了 就是会让人怀疑人生的 我觉得还是快乐一点比较好 然后我就开始跑步 就开始运动 开始计算食物的卡路里 结果发现运动起来更快乐了 然后就一直坚持了 大三的下半学期 就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瘦了有六十多斤 那你现在多少斤 我现在有140多 140多 那比你就是当时减下来最瘦的时候 又瘦了时间 对 挺好的 挺励志的这段经历 你刚才还说自己 还做一些短视频 是吧 对 我其实跟朋友嘛 大家现在都喜欢 在短视频上面去露露脸 对 然后就是蹭了一下这个热度吧 有作品吗 有 有我自己策划 甚至我自己演的小短片 这个是我策划的 是多少啊 空不冷吗 对女生是你吗 糟糕点上 对对 这是我朋友 这两个是我朋友 后面是我自己演的 可保护了 上一会儿后面就往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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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任务 太惊弱了 那个播放量怎么样 点赞量 还行吧 多少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这几个的话 播放量是几千 因为是刚刚做的账号 就刚开始 然后这几个是几千 然后点赞量是二十来个吧 你有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吗 我有 我跟另一个朋友 我们做了一个探店的账号 那个是我策划的 然后是我剪辑 我刚看你的这个大号 我看了一下 其实内容还挺有趣的 但演员好像不是你 是你跟那个搭档的 对 我的朋友 但我觉得内容还挺有趣的 有二十几万粉丝 那你在里面办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是策划就是我们去这一个店 然后在前期的时候 要跟他们去对一个 要几秒钟 要去体现这个店的一个特点 把这确定完了以后 要在脚本里体现 做这个号一共几个人 我跟我的朋友 就这两个人吗 对 所有策划都是你做的 对 我们俩会商量 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 第一 你展示的视频 相比这个账号上很多视频 质量差一到两个量级 因为这里头有一些视频 点赞量也不少 我没有看置顶 我往下翻了一看 也有十几万点赞的 那播放量已经不小了 对吧 为什么没有拿那些来给大家看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账号 不足以表现我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不展示那最好的那个 那肯定那是我自己演的 去做这个摊店的这个号 其实是反我人性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为了商业化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不得不去做这么一个账号 所以问题就来了 陈辉 因为你刚刚给我们展示的 说实话很难想象 它怎么样商业化 而你现在跟我们 我们刚看到那个 探店那个作品 其实它就很能够商业化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你到底如果说 在你的作品当中 你会怎么样去做取舍呢 我只是想说 在商业化里面加入我的情感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加入 我的情感的东西的话 这东西冷冰冰的 大家也不会特别容易接受 如果加入我的 你想打上自己的标签 对 好 第一环节 来 企业家们 选择一下吧 祝贺你孙承伟 第一环节的最后 还有实展灯为你留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孙承伟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来 跟大家说个段子吧 讲个段子 讲段子 大家好 我是孙承伟 参加这个节目 我肯定是要跟家人去分享一下嘛 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我可能要火了 我要上电视去录非你莫属了 我妈说 真的吗 我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在想我妈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我就带着疑惑 我妈就跟我说 我妈说 因为呢 你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终身大事的问题了 这个事吧 你一定要不要冲动 要擦亮眼 一定要把这些小伙都看仔细了 我一听 那我明白了 我说虽然都是四个字的节目 但是我去的是那个求职的 然后我觉得我妈不太靠谱 我就挂了这个电话 给我哥打 我觉得如果在我的家人里面 一定有一个懂我的 那一定是我哥 我给他打过电话 我哥上来 我还没有说话呢 我哥就先说 你听我说啊 我已经结婚了 这个财政大权不在我手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我当时跟我哥说 哥 我真的不是要借钱 然后我一想 这事也挺扎我心的 那我就别跟他说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此时此刻 我在电视之前看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要说的那件事 我上电视了 谢谢大家 这段特别像李雪芹吗 不觉得 李雪芹不就有一段吗 是吧 类似啊我觉得 他有好几个梗 他不止一个梗 我觉得有几个梗 说明他 我觉得还真的挺有趣的 我觉得能在这个台上 把脱口秀说的 能让我们逗笑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你承担的压力比较大 雪芹你写这段用了多长时间 昨天 雪芹 她真的不是李雪芹 她跟李雪芹差了节奏 可是程伟我不知道 是我们在座的这个企业家 笑点比较低 还是我笑点有点高 就全程我是没有任何笑点的 因为我觉得你在新媒体也好 而且我看你本身的专业背景 这么多年都在这个圈子里 我觉得对于一个爱好者来说 讲成你那个样子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你来说 一直浸润在这里边 我觉得基本上脱口秀的逻辑 在你刚才的表演当中 完全我没有看到 就是一个好的脱口秀 是非常有逻辑和节奏的 并不是平铺直续地来讲趣事的 所以我就很诧异 包括你刚才大家提到 你做专业的那个商业化也是一样 当我直指重心地问你 你作为一个在这个领域 这么多年的人 去做了一个商业的账号 带来的变现成果 每个月多了5000块收入 你不觉得你对不上 你说的这个大热行业吗都 就是现在我觉得 他是一个有专业的人 但是没有看到你的能力 看不到你的价值点 我看到你的价值点了 不用管它 在这个场上 如果说一个月 能挣到6000块钱 再通过抖音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认为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 那是对你 因为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 是啊 我说的是真话 但是你不能拿那样的要求 来要求我们的嘉宾 对啊 是啊 我就是拿我做对比的 我觉得我做了两个账号 我到现在为止 才抖音上一个月 都挣不了6000块钱 所以我觉得你比我强 对啊 陈维还有 我也觉得他能力体现得很强 你说半年的时间 这个账号做到24万 难道这不叫能力吗 这个解释一下 专业的解释一下吧 就是其实今天在网络上 有很多百万账号 你会发现这些小姑娘 小伙子很早做了一个百万账号 她这个账号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只是她有了那么多的粉丝 但她没有变现的能力 所以这些人 其实现在是抖音当中 非常困惑的一个群体 真正厉害的人 比如说你只有10万粉丝 但你的10万粉丝 非常的垂直 然后并且有变现的能力 要比那个100万粉丝厉害得多 其实我觉得是 策划是一件事 然后能够去商业化又是一件事 这位陈伟来讲 他能够 第一是他有策划的能力 拍摄 剪辑 这个一系列的工作 都可以去做 另外的话 他其实已经在考虑商业化了 只是说商业化是否纯粹 但是我觉得从 这种策划能力来讲 还是挺强的 陈伟 就是我担心你 你今天因为一开始 在第一环节 展示了剧情类的短视频 而这一类坦率说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 是最难商业化的那一部分 虽然有可能吸流量 这方面反而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未来你在这个领域有兴趣 到底自己真的想做 什么类型的内容 包括短视频 包括直播 我想做的一个 就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个账号 去帮大家放松解压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原来做的那个号 站在镜头前的不是你 这个是让你并没有那么 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 你想走到前台来 对 那我就懂你了 那你可能就得走另外一个路线 那个路线能不能成功 不好说 真的不一定好说 哪怕我们有MCN 那MCN可能就是签你的这个账号而已 这种可能性那就变成台下 大家是可以交流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对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台上 但这个跟找工作就不完全一样 对 因为包括说刚才叶院长对你很有兴趣 叶院长是要打造自己的IP 对 我们是想要你的打造能力 我感觉程伟的职业规划 就是有点不聚焦 比如说你前期你一上来说编导 我对你很感兴趣 然后说说你拍摄剪辑 又跑到我想当演员 但是呢包括看你的脱口秀啊 都有别人的影子 所以你要做好一件事 这样可能更垂直更好 不要找郭德纲所师傅了 找一个专业的新媒体的师傅 在这样的路上越走越深 还是能做出成绩来的 其实确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新媒体做时间长了以后呢 可能就进入这个比较快 比较急躁的一个氛围里 所以就有可能就会有点迷失这个 所以我觉得今天收获还蛮大的 觉得收获了很多这种知识啊 这种包括我以后的方向啊这种 我都会去在做考虑 好 台上还有十盏灯为你留下 那么接下来各位企业家 对我们的求职者孙成伟做出选择 好 增花为你留灯了 直接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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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户外品牌公司 就我们的产品其实是 我觉得可以满足你 既可以自己出镜 然后同时去策划更多的短视频的 其实就是视频策划的一份工作吧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给你开的底薪是一万加提成 还能提点吗 我其实还是蛮希望 就是在工作中看到你的成绩的 另外就是这也是一个底薪 好 接下来呢 考虑的选择就交给你了 选择斯凯勒或者谢谢再见 所以你的选择是 选择斯凯勒 好 祝贺灯花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孙程伟